針對這兩天的這個圍台軍演 下一張我們先來講一下 東部戰區其實也有在釋出一些這個宣傳 包含越海殺氣 5月26號東部戰區發布了 這個越海殺氣的遠槍火的打擊畫面 這個航程更遠了 模組化 準度更準 活力也很猛 個型彈藥射程可以達到數十至數百公里 打擊的精度可以達米級 一次騎射 發射數十枚的個型彈藥 另外呢打毒六字絕 竟為所及毀斷 同時也有發布影片 叫做風雷電火送給台獨 另外呢東部戰區 也發布了一張繁體字的海報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要問問這個台灣說 你看懂了嗎 堅決粉碎一切台獨分裂圖謀 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容挑戰的 同時呢 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也發布了 有中國的國旗還有解放軍的旗幟 跟台灣的中央山脈銅框的影片 接下來問一下亮格 當然這麼多的這個信息 包含了也發了繁體字的海報等等 但是似乎台灣方面賴政府好像都無感 因為賴清的本來就不懂軍事啊 所以需要國防部跟他說明啊 那顧力雄懂嗎 我覺得也有可能啊 他知道嚴峻故作輕鬆撞啊 這也有可能啊 那我們事實上沒有看到他提出任何反制的措施啊 我們看到顧力雄第一時間還在說 中國大陸這個行為違反聯合國憲章 還在搞法律戰啊 他以為他是外交部長啊 國防部長大家要看的就是你的反制作為是什麼嘛 這個坦白講這個 所以中國大陸很急啦 所以他透過各種版本在給你做解釋嘛 然後各種圖畫啊 影片啊 就是奇怪你怎麼會看不懂啊 我再交給你看懂這樣 我覺得他即使看懂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說白了啦 比如說接下來是鎖嘛 假設他要鎖高雄港跟永安油氣潮 那請問你怎麼辦 我據我了解啊 因為這個題目在CSIS兵推有提出來過 那葛萊毅也在現場啊 那我們台灣去的國民黨是黃介正 那民進黨是趙怡翔跟林非凡 都在CSIS 這程度會不會差太多了 所以林非凡當場就講啊 他說他要向國際提出抗議啊 人家在兵推 結果你講說你要抗議 兵推就是你都要拿出軍事手段啊 因為兵推就是 但是一個科學嘛 這個張將軍一定知道嘛 就是你有什麼盾 你有什麼毛嘛 大家拿出來筆畫嘛 那你的戰術是 你有哪些籌碼資源 那結果在討論這一題的時候 他說我們要向國際抗議 你用大外宣有用啊 你還是被封啊 當然那個永安除季潮 只是台灣天然氣的三個最大戰之一啦 可是他如果一直 因為事實上已經看到一些新聞出來了嘛 說他如果真的要封鎖他要這個登船林檢嘛 不是嗎就表示他要抽嘛 這個在實際上是做得到的 而且他們也演練過 就是你只要是航向台灣的船 他就要求過往的船都要上網登陸 說你要去哪裡 那你如果是要去日本韓國他就放 他不會妨礙你的國際的海運線啦 那你如果是要進高雄他就擋你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啦 那他用各種理由 他說懷疑你上面有違禁品 他會有各種理由啦 說他要登船檢查 那國際法律戰他也做啦 你看大概三四天前吧 那菲律賓不是說嗎 人家說你對這個演習有沒有什麼看法 然後他就直接講說那個是他們的事啊 對不對 那馬來西亞講得更直接 說那個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所以他已經在做法律部署了 那我不知道賴青人你有沒有看懂 那做法律戰要幹嘛 就是如果真的要登船林檢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 這個不是軍事動作喔 可是他有軍事的效應 就說他要做什麼 他就是他說可能有違禁品啊 事實上我跟你講啦 事實上在去年 他就本來要在金門馬祖那邊 我記得好像是馬祖 實施一個叫做聯合演訓 他就要查台灣的船 就是去馬祖的時候 他就要登船林檢 那後來他有公布 大概四天的演習嘛 沒有抽到 沒有抽到 表示他有在演練這個項目啦 所以我跟你講喔 如果這個項目真的出現啦 那你告訴我你怎麼辦啊 我都沒有看到答案啦 我都沒有看到答案啦 說實在啦 那更不要講後面的什麼急啊 毀啊斷啊 那個就不用講了啦 那個就更直接了嘛 我們現在只講鎖嘛對不對 那這次毫無為 圍了東部的海軍基地嘛 讓你的軍艦出不去 本來我們在作戰的時候 會有部分的軍艦 死向日本那邊嘛 然後在第二輪那時候再回來作戰 對不對 那你現在40個小時之內就被圍了 那你怎麼辦 你還原本要告訴我 你海軍怎麼辦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 這個坦白講也要看立法院啦 因為立法院還沒開始質詢啦 那到時候我估計 外交國防委員會是要來做專案報告的啦 就是針對這一次的2024A啦 那希望到時候會有一些 立委來問這些實質的問題啦 我跟你講這種 這種實質的對策跟反制措施 才能夠彰顯你的真的能力啦 我現在都沒有看到啦 對 到底我們的反封鎖的戰略跟戰術是什麼 或者說你有什麼實力啦 你憑什麼反封鎖啦 好 接下來這個戰術的部分 我問一下張將軍喔 因為這個東部戰區發佈的這個 越海殺器遠香火 你幫我們講一下這個部分 對 遠香火的話就是 我們講到的遠程的火箭炮火箭彈 因為它這個便宜 一個大概一枚導彈的話 可以大概可以 它的成本可以換到50枚的火箭彈 火箭炮 換句話說因為導彈或者巡运飛彈 它是重點摧毀 重點就是打那個 我們講到的作戰指揮中心也好 或者防空雷達戰也好 或者是防空雷達 大概是重點摧毀 它這火箭炮它是一個面 整個面過去 它一射出來是一群 所以為什麼遠香火 它一枚接一枚 一枚接一枚 整個面 整個多少平方公里之內 通通都摧毀 所以它這邊講到這個是一個大殺器 你看越海殺器 這個越海殺器的話就整個面 這個如果是對在 如果是要全面進犯的話 它第一個會對這些機場 因為機場這一毀掉之後 這些戰機沒辦法起來 第二個 對陸軍的重要的營地 因為我們很多的東西是固定陣地 不會跑 不會機動 機動你會跑 現在在這邊會跑到其他 跑到預備陣地去了 或跑到野戰陣地去了 跑掉了 你打到這樣空的 但是固定的你沒辦法跑 它就把固定所有的固定陣地摧毀 像港口可不可以搬 港口搬不掉 你港口那些設施把你摧毀 雷達戰 我們在山上的雷達戰 固定在那邊 你有沒有把雷達搬跑 沒有 直接炸掉了 所以固定的都會被原火通通摧毀 只剩下少部分可以機動的 我們看到車子開著跑 這些地對艦的飛彈 或者地對空彈跑了 那剩下這些了 因為這些可以從假地跑到一地 現在整個兩個小時之後 可能人造衛星又收穫 我們在這個地方了 我們跑到預備陣地A 跑到預備陣地 再經過14個小時之後 我們可能又被征禍了 我們跑到預備陣地C 有時候抓不到它 只剩下這些 所以我們看到原火它具有這方面 把所有的固定陣力 防空飛彈 雷達戰 機場 港口設施 或者地對地飛彈 重要陣力把它做摧毀 甚至還有一個作戰指揮中心 因為作戰指揮中心 你是固定的 但是你地下化 好 我把你入口把它做摧毀 讓你電力摧毀了 資訊的染線摧毀了 備用發電的系統摧毀了 變成這個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原火系列的大殺技 將來的時候會用 我們講到一機三彈 一機 將來我們看到在烏克蘭戰場 無人機 因為中共無人機量產 數量非常大 無人機過來 真打一體的無人機 還有偵查的無人機 偵照的無人機都過來 它可以有電子光學的相機 或者核真恐襟大雅的 這個方面的無人機 來對坐禽收 那三彈 我們講的導彈 巡弋飛彈 還有就是我們講的火箭彈 就是火箭炮 是這樣子 它將來會這樣子做運用 然後做了重點摧毀之後 那它在後續的這邊上路作戰 就方便多了 因為這個戰力 但按照中共的看法 要先摧破 摧毀70%的戰力 它就要實施三棲登陸了 從空中的空降 或者是直升機的機降 或者是從海上過來的 這些氣墊船 不管是野牛級也好 野馬級的氣墊船 或者兩棲登陸的這種騰客 就要上來了 這是全面進犯 但我認為這是其中的手段方式之一 它也可能外科手術制的作戰 它也可以實施斬首戰 它也可以實施點穴戰 癱瘓一下 癱瘓之後實施斬首 它方式非常的多 所以我認為每一個方式 18種這種方式都要去做應對 因為我們台灣在這一方面 我們很脆弱 像我們民生設施就很脆弱 剛才亮哥有講 我們的天然氣夠不夠 我們的石油夠 因為我們所有人員 99%都是外購 我們的煤炭夠不夠 因為我們火力發電要燒煤 燒最多的 56%吧 都是燒煤 火力發電嘛 那你這樣會被封鎖之後 你到哪裡去 你電力就不吃了 現在就有點電力都吃緊了 打仗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員 你怎麼打 你整個癱瘓了嘛 會變成這個 還有一個 我們這個民生防夠不夠 好像中共 以前的中共稍微有點動作的時候 我們大家這個很警覺 現在越近了 大家越麻木 已經快到家門口 大家習以為常了 麻木 這很危險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久了之後變狼來的效應 或者是滾水煮青蛙的效應來了 或者是木馬土城的效應來了 我們應該先提振新防 新防 你如果有新防 才有國防 沒有新防 你買再多的武器 那無盡於事 所以我倒認為 這一個建軍備戰的邏輯 要調整 新防第一 然後再有形戰力是次之 應該這個樣子 不過現在我們新防 是最弱的 最弱 越近大家好像 越可以大吃大喝 對 好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健康沒負擔 美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ield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中文字幕志願 翻譯 兩句吧 by bwd6